好 新聞一開始要先來關心 白鹿颱風的最新動態 而根據氣象局最新的資料就顯示 青台白鹿目前的位置是在台東的南南 東方約一百八十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時二十六公里的速度 來向西北進行 那今天上午白鹿颱風的暴風圈 是已經接觸了台灣陸地 那目前預計登陸的地點 將可能會是在中午過後 登陸在橫圈半島 那讓我們來看氣象局的最新說法 目前氣象局在針對豪雨的部分的話 主要針對東半部還有橫村半島 跟屏東這裡發布豪雨特報 預計在這些地方有大豪雨以上等級的降雨容易發生 那另外在宜蘭山區以南的地方 跟中部台中以南的山區 還有在高雄屏東的部分 也預計有大雨或好雨發生的一個機會 不過提醒一下在整個西半部 尤其中部以北地區 受到地形屏障的影響 其實比較強的降雨區域 主要是靠近在東部的這個山區的部分 那受到地形屏障的影響 在彰化一直到嘉義這一塊區域 其實風勢跟雨勢相對上不會那麼的強 在颱風通過到西半部地區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在南高屏還是會有比較強的風勢 跟比較大的雨勢容易發生的一個狀況 所以在整個定量降水預報上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白天這段期間 主要是主要的降雨 尤其是在東半部的地區 到了下午之後 西半部的地區才會開始比較明顯的增加 尤其是在屏東 高雄跟台南這些區域 到了下午 下午到晚上的時候 包含在澎湖以及金門的雨勢也會逐漸的增強 東半部的雨的話到晚上到甚至明天清晨的時候 就會逐漸的趨緩 不過南部的雨可能要延後到明天白天之後 才會有比較趨緩的一個趨勢